4月3号和4月18号这两天 接连锁定以野湾式的超商来刑抢 他向警方公称 两次犯案都是使用同样的刀屑 他也已经坦诚犯案 目前这本警方是以强盗未遂为由 来逮捕这名驻治美军 只是他抢劫后的现金流向 还有犯案的动机还需要进一步追查 以色列队拉法下达撤离令之后 难民们逃往哪里去了呢 秦凯玉带我们了解 过去48小时之中 已经撤离了大约5万的巴勒斯坦人 离开拉法 因为这边正在进行战火的交锋 所以这些难民也尽速想要逃离到 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你来看一下他们逃离到哪边 像是这个加萨事务高级副主任 安德森就说 这些人有些是逃到了甘尤尼斯 一些人去了马瓦西 还有其他人是前往这个 拜尔拜拉赫 但是他们也提出一些隐忧了 虽然短时间内撤离了5万人 但这些人去的地方 这些人道设施到底够不够呢 来看一下像是这个马瓦西 人道主义的设施就严重不足 基本的这个污水设施不够 那人最重要的供水系统 也都是不足的 虽然短时间撤离这么多人 他们后续到如何赖以为生的 基础设施目前都是不足 所以后续人道组织 救援组织也希望能 让他们到好的地方来避难 但是现在有关这个 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货车 又因为怕遭受到战火的波及 所以目前也已经先 移到附近的缓冲区来待命 而现在在乌美的大学 受原挺巴示威不断凯欲 带我们了解最新状况 以巴战争达到现在 有一些学校 世界各地的学校 也展开了一些学运的活动 因为有些学生认为 以色列后续来进攻一些 巴勒斯坦的地方 是不够有人道的 那你来看一下 像是美国的哈佛 以及麻省理工 已经下令了 要求挺巴的学生 要离开抗议的营地 否则可能会遭受到停学 或者是开除学籍的处分 另外再来看一下 哥伦比亚大学也说 目前并没有办法找到 容纳5万人的安全场地 所以他们的毕业典礼 也要取消了 因为这个正职 是美国大学的毕业季 所以因为这些示威活动 导致他们的毕业典礼 要因此顺言或者是取消了 还有一些学生很不满 学校要把这个毕业典礼来取消 甚至发起联署 希望来重办这个毕业典礼 那再来看一下 这个英国牛津大学 跟剑桥大学的部分 他们说学生在校内扎营 而且悬挂了国旗 他们的这些抗议的学生也说 他们会跟全球各地 总共100所大学的人 站在一起来抗议尾巴战争 那另外针对这个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 他们也说 现在有数百名学生是扎营的 而且要求校方宗旨 和以色列的合作 还甚至进一步引发了 学生跟警方的冲突 导致整个学校 有125人被逮捕 以色列掌控了拉法关卡 物资进入通路被迫关闭 造成加萨内部物价标准 以色列跟哈马斯 还有没有谈判的机会呢 再来继续请教凯玉 以色列持续来进攻拉法 也导致一些加萨走廊的 物资开始飙涨了 虽然现在哈马斯 他们愿意接受停火协议 现在在开罗这边 他们在进一步的协商 什么时候来停火 但是以色列的态度就是说 他们哈马斯的要求 跟他们提出的要求 有相差的太远了 所以目前都还在进一步协商 与此同时 一样来继续进攻 掌控拉法 对于此 这个外媒路透社就报道了 以色列派出了代表团 前往埃及 要想要来说服哈马斯 改变协议的要求 如果对方提出 可信的协议内容 那么主事的官员 就会出发来进行协商 不过这些都是 还没发生的事情 所以目前以色列跟巴勒斯塔 还是在交战当中 可以看到拉法的地面部队 以军就已经以坦克 来进行地面行动 造成11个人的丧生 以及数十人受伤 甚至他们还巡获了三个地下通道 用来他们指控哈马斯 用这些通道来运送武装 甚至在这通道里面 击毙了20名的武装分子 对此联合国就表示担忧了 他们说现在加萨走廊 形同是被封锁了 所有的救援物资 都已经剩下低库存的状况 甚至这些燃油 总共只能再撑最后一天了 可以看到这个地图 就是加萨走廊的样子 他的南端这边 克瑞沙洛的物资通道 目前都因为战争而关闭了 所以就难民就很担心 说一宣布关边境 他们的糖价都飙涨了 那他们到底要怎么 在这边生存呢 阿根廷总统米雷一 上任后采用修客疗法 就经济的确让财政 转亏为盈 但也掉通膨 没有看错 一万批锁 这张浅紫色钞票 这个星期二开始 正式在阿根廷国内流通 因为以前的最大钞 两千批锁早就不好用 最大面额钞票翻五倍 一万批锁听起来很多 但换算下来 其实不到台币三百七十元 从去年底 一美元对三百六十六批锁 一路扁到一美元 对八百八十批锁 阿根廷货币大扁进六成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初 至少有五十万名阿根廷人 扫描了自己的轰摩 占全球三百万活动参与者的 百分之十五以上 扫描轰摩就给虚拟货币 一看到有赚钱管道 阿根廷人一窝蜂 毕竟人民体感贫穷 太严重 而他们的怪罪对象 是去年上任的总统 比雷一 示威者想靠近总统官邸 和警方激烈对峙 这回上街的是 各种救济机构的员工 原本依赖政府 金元提供弱势 免费食物 米雷为了减少政府支出 大坎补助 自从米雷一提出 大刀阔斧经济改革 砍社服砍补贴 冻结各种开销后 抗议就没停 这道工会号召 这个星期四 发动大罢工 连近十年前 卸任的前总统 也看不下去 高举招牌电锯 就算改革 引来反弹声浪 米雷政府坚持 已经看到成效 确实减少开销 扭转了财政赤字 但改善压销停经济 还有很长的路 包括解决 百分之三百的通风 不过修课疗法 有没有效 经济学家怀疑态度 而且目前国会审议的改革法案 已经比当初 免一响的 保守很多 比雷一还没放弃 前往美国洛杉矶 发表演说 要大家相信他 不过刚上任时 拒绝加入金砖 一心投向美国的态度 已经开始软化 由外交部长领军 米雷一政府首度派大代表团 访问北京 蒙迪诺表示 近年来 阿中关系发展良好 同中国合作 对阿非常重要 阿方看好中国发展 散赏中方的系列 重要理念主张 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 总统外长 分头讨好美中两国 米雷一上任半年 或许也意识到 寻求国外帮助 和国内改革 一样重要 TVBS新闻众报道